韩国军方3月31号下午在西部海域的白陵岛上发现了一架坠毁的无人机 飞机的国籍不明 韩国青瓦台发言人今天上午就此表示 已经接到了来自青瓦台国家安全室的初步调查报告 报告认为无人机来自朝鲜 这位发言人表示相关的调查结束后 将会同各部门共同商讨并公布对策 据悉朝鲜3月31号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北方界线的朝方一侧 实施海上射击演练 发射了炮弹数百枚 部分炮弹落入到了韩方一侧